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一講人工智能的另外一些最新的發展 我們橫觀點去看 其他橫觀智能它滲透到在哪一些科學研究裡面 講其中一路 其實剛剛新鮮滾熱拿了諾貝爾獎 就是那個Alpha 4 就用這個人工智能去做這個蛋白質摺疊的研究 譬如說給了一個蛋白質結構給你 它最後會自己組成一個摺疊成為一個什麼3D的形狀呢? 還有它的摺口位的形狀是怎樣呢? 它這個摺口位和第二個蛋白的摺口位能不能夠拼得起來呢? 那就是Alpha 4其中一個很有貢獻的工作 因為有了這件事 令到你很多那些原本是需要實驗去準備試的東西 就可以做一個前期的screening 就令到由電腦幫你分析這幾個最可能就有化學反應發生的了 這些就組成了這樣 就令到你可以集中火力去試一些更加有可能的一些東西 通常試這些東西就跟什麼有關呢? 跟醫藥有關 抗癌藥啊 甚至乎是傳染病疫苗那些有關呢? 那令到我們去發展抗癌藥和去做疫苗那裡 和發制藥那裡是加速了很多 那所以為什麼有了這個人工智能 去幫我們研究這些蛋白質接電問題呢? 是值得拿這個諾貝爾獎的 那當然不只是用的 去對於關於了解我們人的一些 就是不要說只是人 生物的一些生態呢 原來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那在剛剛這個星期的自然期刊裡 又公佈了一個Alpha 4又有新搞作 又有新發現 那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基本 也是很重要的發現 可以跟大家說 那大家看到這個圖片了 這個圖片是不是精子和卵子之間 去接觸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去看教育電視好 還是看其他資料好 或者上課 我們講精子和卵子結合 然後有些事情其實你會發覺 很多細節是沒有說的 有一些知識上我們知道的是什麼呢? 你不要理是不是人 總之 這個紅性動物的精子和一個癡性動物的卵子 他們遇見的時候 你要知道是跟一個物種才能夾得到的 你不是說找個豬的精子 就一定可以跟牛的卵子結合到不行的 這些跨物種而且可以接合受精的機會是很低很低的 你聽過有時候有些馬同勞可以啊 跟著或者是這個 中間就是那些東西能組合不組合 如果你本身的鑰匙適合它就能扭開 那條鑰匙是用什麼來做呢?就是蛋白質 鑰匙上面的啞的形狀是什麼呢?就是蛋白質自己接疊的形狀 我們以前學的就是說當那個精子找到的卵子 一大堆的精子就圍著想爆開卵子 想轉進去就將它受精 然後呢 後來我們就知道了 就不是最先到最努力的那顆精子是獲得成功的 通常都是後來有個人已經是踩著前人成功的成果 在那個洞裡最後一下子就輸了進去 好了 到了進去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那個卵子一知道有條精子進來的時候 就馬上鎖定了 就不會再給新的精子進入了 這個過程我們講到好像一個魔術那樣突然之間發生 但是背後是一個什麼機制呢?當然不是一個魔術 牽涉到一個什麼生化過程呢? 原來就是在今次這個α4研究裡 開始慢慢幫我們去將這個問題 就做一個分子層面的拆解了 就是說當這個精子真的跟卵子它接觸到 不只是外殼 因為它轉開了卵子外殼之後 到它真的破開了卵子的外壁進去之後 那麼它跟那個卵子本身的蛋白質接合的時候 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然後就促使到後來的反應 令到卵子懂得鎖定了不再給新的精子進來呢? 那麼這個過程原來就是 我們一直是很難去看到裡面有什麼發生 因為我們看到的精子也很難 不要說就是卵子容易看 看到的精子也很難 你還要看到精子裡面的生化發生什麼事呢? 最重要是動態 那你暫時有沒有一個技術 可以將這些的螢光掩飾去認到 怎樣去發生呢? 暫時沒有一個正式的觀測實驗可以完全追蹤得到 但是呢 依賴這個Alpha 4 我們用這個電算模擬 當我們知道這個精子和卵子 它們各自有些什麼的蛋白質成份的時候呢? 我們就了解到它們真真正正在接觸到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傳統呢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的 我們就用一個叫做鎖匙和鎖的比喻 那譬如呢 卵子譬如去內壁的某一層的蛋白質 那就好像一個門鎖那樣 你不找一個正確的形狀的蛋白質去到 它就不會扭得開去的 那所以我們就認為呢 在卵子的那個內壁就有一種的蛋白質 就是那個門鎖 然後那個精子自己的頭頭呢 就有一種的蛋白質就是那條鎖匙 那所以就有一坨的蛋白質 一精一卵來自一精一卵的蛋白質 它們一合起來 哦 形狀一對就開給它 接著就沾開門就進去 OK 但是原來呢 我們現在知道呢 不止的 這個是最基本的想法 而且我們也是找得到哪兩種蛋白質是參與其中的 但是透過Alpha 4那裡 原來它們揭示了一樣東西 原來不止的 原來中間是牽涉到三種的蛋白質 現在似乎應該 可能台長那裡都要幫忙納一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那裡這三種的蛋白質呢 是其中的兩種我們已經是找到證實的 但是這次是找多了叫第三種 那個第三種究竟都是來自精子的卵子 那一時間我都記不清楚 但是現在似乎呢 不只是一個鎖匙和一個鎖間 這麼簡單 現在似乎好像是需要兩種鎖匙 一起砌那兩個鎖匙 一起去扭開這個鎖 現在似乎就是要多一個兩個鎖匙 一起去扭開這個鎖 我們現實生活中都見過這樣的例子 也都好像以前那些令牌那些開城門那些 有時候要將它 你要驗證它是不是真的呢 你要將它和另外一邊合起來 然後發覺你那個是真的 才可以正式開門這樣 現在的精子和卵子的故事有些像這件事 那這次最厲害的那一位其實就是 你真的要透過人工智能 透過α4的運算 才能夠準確掌握到 哪種蛋白質有份參與 然後還是去找到的 就是當這幾種蛋白質接合之後 其實它也都會將個訊號發送給 就是各自發送信號給精子和卵子 卵子就會知道 好了這個會進來了 其他要鎖門了 OK 那個名額已經滿足了 而很有趣 對於精子來說 它也都會告訴精子 行了 你已經成功了 衝了線了 那麼精子一衝了線它會怎樣呢 它的外殼就會立刻破壞 就會將它裡面的基因資料 藏在男性 即屬於男性的半邊的基因資料 就釋放了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精子本身就一定要好好保護著 那個基因資訊 其實就是 所以這個 就是現在我們叫做 這麼辛苦 用α4終於找多了一點點 就是關於一個大自然之間很重要的 精子卵子結合過程 是怎樣去進行 而且它特別是針對一些 是有隻追動物的 這些精子卵子結合過程 來去追蹤 但是它為什麼是人工智能 才能做到這樣 其實反過來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建立一個實驗 去看到這個東西 很多時候 你很微觀世界的東西 你是要看到它的分子結構 譬如說你是不是真的抓到 在接觸那一點去 highlight了那幾隻蛋白質 真的可以看到它出來呢 很多的生物過程 不是這麼容易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其中一個 在這個文章裡面有提到的 是一個什麼的現實細節 令到這個 令到直接看得這麼難呢 就是因為那個卵子外部 是包圍了一些脂肪質的東西 令到我們真的 譬如走去去 想去用一些螢光劑去看它的時候 我可能打個比喻 就好像有一陣雲霧去遮住 我看不到 看不清楚 因為那些東西就好像 進去一個雲霧裡面發生一樣 令到你直接去看到它的難度去追蹤 所以反過來就是 我們不可以直接看到我們 但是我們知道裡面的成份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用電腦模擬一下 看看誰才是 究竟怎麼發生 所以現在最靠近的答案 就是用電腦 就是用Alpha 4去模擬一次 這樣就已經是最接近的 是啊 所以它這個 就是那個電腦運轉 是幫它去看到這個 如果這個是看到之後 對那個人類的生殖 那個的看法 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我想不只是對人類的 現在它是對於 就是它這次做的這個研究 是直接針對所有的有隻椎動物 所以它無論是說的 魚 人 但是比如先前 他們做過類似的研究 是研究那些海膽 他們都有嘗試研究海膽 怎樣去精子卵子結合 但是正正式式 現在就是由那個有隻椎動物那裡看到 這次是第一次 這次用那個精子卵子不是人的 它好像應該就是用一個叫做 Ceberfish 就是一種叫做直翼斑馬魚 那你也都預期就是 對於這些有隻椎動物 它那種這樣的蛋白的種類 又會更加不同 那你如果能夠找到一個 更加接近人類的一種動物 來去看它那個精子卵子結合 你就更加有理由相信人類的 都會是差不多這樣去發生 是啊 那這個研究呢 有沒有在於比如說 我們去控制那個生育呢 或者那個生育的質素呢 有沒有幫助呢 這個我們純粹猜想一下 因為呢 無論譬如說 幾年前疫情的時候 我們了解那個病毒和抗體中間 是怎樣去砌在一起 那就幫我們研發到疫苗了 因為我們就有方法 去想一些方法出來去介入它 那製藥也是一樣 你能夠找到它哪個形狀才對 你就在整一隻這樣的化學物質 去辦這個形狀 來幫你去阻斷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 譬如原來它能夠阻斷了一些癌細胞去吸收營養的 或者阻斷了癌細胞去接觸其他東西 或者繁殖的這樣 是不是 對於那些疾病控制啊 有用 那你如果在這裏 你能夠介入阻斷到精子和卵子結合 你最容易想到就是避孕了 是不是 那會不會就是 就是你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去阻斷它 你不要只是說內用藥 可能是外用藥 都能夠幫你去做這些這樣的介入去阻斷呢 那這個其中一個最 就是叫做最悶的一個想法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啊 那你如果你看呢 譬如它人工智能方面呢 它如果再看研究那個蛋白質呢 它們會發展到什麼的方向 我這裏不能去細數的 因為呢 研究蛋白質這個是一個超大的課題來的 你人所有生化過程都牽涉到蛋白質 不是只是我們的免疫系統或者生殖系統 你只是講簡單一點 你蛋白質是可以構成到一些細胞自己本身的骨肉 另外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那個酵素 是不是 你的蛋白質可以摺疊成一種酵素的形狀 去促使某一些的化學反應去發生 這樣 而你的酵素就是在說那些東西要怎樣拗 OK 那不只是說釀酒、製造食物、加工等等 這些東西 甚至乎我們討論到一些怎樣去降解一些的塑膠 這些東西 那全部和這些酵素、蛋白質這些東西有關 那所以呢 也都是為什麼這個alpha flow最偉大之處 它研究 為什麼不是研究其他的化學分子的摺疊 唯獨是蛋白質的摺疊呢 就是因為我們整個人 真的從一顆精卵到生老病死幾乎所有的生化過程 都跟蛋白質有關 那當然你說遺傳基因資訊都有關 那也是 那如果你問那些alpha flow的這些程式 懂不懂得幫我預計那些這樣的DNA 是怎樣摺疊成為一個特定的形狀 它都會做得到 OK 甚至乎都有人說 其實可能RNA或者DNA自己去摺疊 都可能扮演到 不小心扮演到某一些的蛋白質的功能 那這個在分子生物技術的人也會有這樣的討論 那所以你說遺傳整個這樣的生化 有了對於這樣的這樣的 就是和醫藥 有了這個對於蛋白質摺疊的那個理解 那我覺得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其實在班原上次的諾貝爾獎之後 都有人直接說的了 接下來的那些研究 可能也都是大量要使用到這些alpha flow 才可以獲得更加多突破性的成果 嗯 好了 我們這集結束 我們下一集就回來啦